岳云鹏什么时候被遇到这种地步了 我这人心眼还小 我心眼也不淡 我哭着走 如果选你们我哭着走 我一定把眼泪洒到这个地上 我可以给姨奶奶按摩 我可以让姨奶奶非常的开心 我可以姨奶奶讲笑话 为了赢过杀意 被素人一家留下蹭饭 岳云鹏恨不得拿出所有本事 当然了 他们也不想对方太为难 于是又静静关上门 家里人商量 最终素人一家 根据外甥女的喜好 留下岳云鹏和小鬼一起吃饭 然而 岳云鹏却没有着急进门 而是陪杀意继续敲门 寻找肯收留他们的人 幸运的是 这四人很快遇到了一家 准备嗨吃一顿的年轻人 并且对方也很愿意 和明星一起吃饭 我们是在楼上已经有人订了一组了 你猜谁被订走了 猜你的 为什么你猜他 他话多呀 他话多呀 那好像不是什么好词 是因为他红是不是 因为他红 原来杀意也很清楚 岳云鹏陪他们继续敲门蹭饭的原因 后来岳云鹏在听到杀意两人 成功被留下吃饭后 才带着鬼鬼返回素人大哥家里 打扰了 你可以进去吗 我好喜欢你 我老婆 那我喊嗓子吧 好吗 嗓子好 我真累 我真累 谢谢 谢谢 果然岳云鹏的国民度真是杠杠的 眼见女主人不认识小鬼 他还主动帮忙介绍 随后来到素人家 岳云鹏又按导演要求 引导小鬼去厨房帮忙 自己则是留在客厅陪家里人说话 他这样做既缓解了 年轻人的社交恐惧症 又让家中氛围没有那么尴尬 随后岳云鹏听到 女主人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比较感兴趣 便在面对对方提问时 落到了知无不达 岳云鹏倒是一时吐槽 一时爽了 就是不知道回到家会不会跪搓衣板 然而没一会儿的功夫 在厨房忙活的素人婆婆 就做好了六道菜 岳云鹏一边感叹 一边感叹去参观 好快啊阿爷 做菜好快 没累没累 平时都是您做饭吗 即便是我做菜 并且来蹭饭的岳云鹏 也在尽量照顾每个人的情绪 家里的小朋友吃完饭无聊 岳云鹏就在吃饭途中哄孩子 干啥呀 你看到你的笑点在凹那点 我终于找到了 同样是上门蹭饭 有的明星是大意 有的人却能做到面面俱倒 原来人与人之间 真是有差距的 比起他房 我更担心他们的精神状态 我终于是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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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一顿饭 怎么就变成了大型凡族现场 我是一只大星星 星星啊 哦 星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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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星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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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星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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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啊 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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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这是大型凡族现场 酒量确定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烧饼这是要打算团灭月云鹏师徒吗 原来二哥凭一己之力 完灭整个七队是真的 可他怎么会知道 孟哥才带去挂号 咱就是说 德云社的几个队长 还有正常的吗 果然在德云社 拉拉队都不一样 听说 嫂子都取观察了 是不是 月云鹏的所有收入 郭德纲都会提成 首先 月云鹏是德云社的签约艺人 不管是演出 还是拍电影 陆宗益 金主爸爸 都是跟德云社谈 所以月云鹏 不管赚多少钱都要跟德云社分成 当然了 月云鹏也清楚 如果没有德云社 就算他能耐再大 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机会 所以他在知道自己比其他公司一人 赚得多的时候 也想过要少拿点 这点咱别冤枉人家月云鹏 他在拍戏做节目的奸歇的时候 他也跟其他演员聊天 你跟你们公司怎么算账 人家跟你说 三七四六怎么分账 孩子确实回来找我跟他师娘 我没想到 你看人家外部人都那样 咱家这个 你给我给的要多过 是不是我再 咱们重新换个比例 或者我再说如何 这实话实说 他确实是真找来说过 不过随着人气的升高 月云鹏也略微开始膨胀 就连郭德纲也感觉出来了 好在和其他人相比 月云鹏是幸运的 不管怎么说 现在月云鹏就算很好 心态上 方方面面也都挺好的 这媳妇也管着 大伙也都管着她 不过随着赚钱越来越多 月云鹏的野心也在扩大 在保证德云社正常工作的基础上 他投资了原来打工过的炸酱面馆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小老板 尽管在北京 一碗面只卖35 赚得并不多 但在月云鹏明星光环的加持下 炸酱面馆从来不缺顾客 在北京的分店也是越开越多 要知道月云鹏的老婆证明 在嫁给德云一哥之前 是一位护士 但由于要照顾家里老人和孩子 不得不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为了帮老婆实现经济独立 月云鹏还为他开了一家网店 几年前月嫂还为这家店铺带过货 并且有时月云鹏在做节目的时候 也会帮着搞宣传 如今德云一哥专职娱乐圈 还有俩大副业在手 就算突然过气了 大概也是吃穿不愁吧